大家好,我是毛泽妙哥 由于离开过年不久了 可能有些朋友在省内的 可能还是会开车或老家过年 今天的妙哥想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历年来我碰到的 包括资讯我的 就是开车或老家过年 由于加油的时候不对 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第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加错标号了 尤其是那些用高标号油的车子 给你加了低标号油 这样的话会引起发轮机暴震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严重影响 你的用车体验或者伤害发动机 尤其是小镇上一些加油站 可能本身95的油就加的比较少 基本上很多都是加的92的油 所以你开个车过去 再加上小镇上有一些加油员 可能年纪比较大了 它不太认识你车子品牌 所以加油的时候习惯性的 你一来就直接把92的枪给你捅进去 就给你加油了 所以加完之后你进来一看 我这么加92的 我明明是要去加95的 这个时候你就很尴尬了 虽然说现在一部分车子 可能加1.92的混合一下 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你要是加的多了 或者说有些车子确实对男油要求比较高的话 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体验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免发生这些不愉快 第二点就是加油的时候 我发现在城里面加油的话 一般现在很少找你凑整 凑整可能就是几块钱 或者比如说把后面的零头给你凑整 但是我每次回家加油 尤其是去小镇上这些加油的 他们当地特别喜欢凑整 而且凑整的数额凑得非常大 比如说我现在加了270满了 他给你凑整 他给你把枪提出来冲凑凑凑凑 他能给你凑到300块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凑进去的 反正他就能给你凑到300块钱 然后你付钱的时候不用去找银 而且更方便 由于车子的油箱加了自动跳墙之后 其实他离开油箱口是还有一定距离的 但是这个距离 如果你少量的 比如说几块钱 几块钱就一升油以内凑整 问题不太大 这么一点点油 你也不用担心它溢出来 或者溢到汤罐里面去 但是假如说凑凑凑得多 比如说给你凑了30块钱 那么可能就有三升多油了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油溢出来 或者溢到汤罐里面去 导致汤罐受损 所以假如说遇到家业园 给你凑凑的话 你就把后面的零头给你凑了就好了 千万不要整百整百的凑 以免加完油凑损坏汤罐 第三点就是选择家业站的时候 稍微留点心 尤其到了过年期间 我们很多小县城或者小镇上 一些本地的私营加油站 他们的活动力度都很大 而且还给你送一些过年礼品 所以你在加油的时候 假如说你的车子对男友比较挑剔 建议大家尽量的 还是避开这些小的私营加油站 因为万一油品不过关的话 你加进去容易 然后抽出来很麻烦 而且用起来之后 后面会导致你的车子发动机固障报警 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可能会很糟心 尤其是你对车子还不了解的话 一看这个一跃爬上 链上黄灯了 你就紧张了 而且过年期间你还没有地方去修车 所以加油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些大品牌的加油站 如果说你们当地没有 只有这一两个私营加油站的话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亲戚朋友 他们平时都去哪个家 哪个比较靠谱 那么就选择比较靠谱 连着去加油 以上基本情况 这几年年年过年回家 喵哥都会遇到这个相关的咨询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重视 避免由于这个加油的疏忽 造成自己的用车麻烦 好了 如果你觉得喵哥提起你的对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